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澳大利亚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澳洲在1930年代推出袋鼠皮币 二,澳洲在2006年发行世界上最大的硬币 三,澳洲在1986年推出了首个塑胶钞票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澳洲在1930年代推出袋鼠皮币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澳洲在1930年代推出的袋鼠皮币 是的,你没有听错 那是袋鼠皮,不是袋鼠跳跃的样子印在硬币上 而是真真正正的袋鼠皮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 1930年代,全球正处于大萧条时期 经济微米不振,失业率高起 澳洲也未能幸免,经济受到重创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开始寻找各种方法来应对货币短缺的问题 而澳洲,这个袋鼠遍地都是的国家 就有人想出了一个奇特的解决方案 使用袋鼠皮作为货币 当时,袋鼠在澳洲是非常多的 可以说是一种资源 于是,有人提议 既然金融市场不给力 我们何不创造一种新的货币呢 于是,袋鼠皮币就应运而生了 这种必备的好处是 它不仅可以解决货币短缺的问题 还可以帮助控制袋鼠的数量 可谓一举两得 袋鼠皮币的使用相当简单 你只需要裂捕一只袋鼠 拨下它的皮 然后就可以拿去市场交易了 当然,这种货币系统也有它的缺点 首先,袋鼠皮的保存并不像金属硬币那样方便 它们会腐烂 需要进行适当的处理和保存 其次,这种货币的价值 会随住袋鼠皮的供需关系而波动 这对于想要稳定经济的人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事实上,澳洲从未正式发行过袋鼠皮币 这个故事更像是一个都市传说 或者是一个幽默的假设 用来严育当时经济困境下 人们的创意和求生欲望 不过,这个故事确实反映了 当时人们对于经济解决方案的渴望 以及澳洲独特的文化和自然环境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提起澳洲的袋鼠皮币时 你可以微笑着告诉他们 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创意 绝望和幽默交织的假想历史故事 而澳洲真正的货币 还是由金属和纸张制成 并且印有女王的头像 而不是袋鼠的皮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在2006年发行世界上最大的硬币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那个让人目瞪口呆 可能会压扁你脚趾头的超级巨无霸硬币吧 在2006年,澳洲皇家铸币厂 Royal Australian Mint 决定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发行世界上最大的硬币 这不是你口袋里能随意换我的那种小玩意儿 这是一块真正的重量机选手 这枚硬币的重量达到了惊人的一吨 是的,你没有听错 那是1000公斤 这枚硬币是纯金制成的 而且还是99.99%的纯度 这让它不仅仅是一枚硬币,更是一块巨大的金砖 这枚硬币的面值是100万澳元 但实际上它的金值远远超过了面值 当时的金价大约是每盎司600美元 把这枚硬币的重量换算成盎司 你会发现它的金值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说实话 如果你想用这枚硬币去超市买东西 那你可能需要一辆叉车和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钱包 这枚硬币的设计也非常有特色 正面是英女王伊丽沙白二世的肖像 背面则是一只跳跃的袋鼠 我想这只袋鼠可能是唯一能够在不被这枚硬币压扁的情况下 跳过它的生物了 当然 这枚硬币的制作更像是一次展示澳洲珠币技术和黄金资源的宣传活动 而不是真的想让它流通起来 毕竟 如果这种硬币真的流通了 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定义口袋前的概念 或者至少需要推出一款新的健身应用 专门为那些想要搬动它的人设计 总之 这枚硬币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它不仅展示了澳洲的富有和创新精神 也为世界硬币收藏家们提供了一个永远的话题 不过 如果你想收藏这枚硬币 你可能需要先扩建你的保险箱 或者直接租一个银行金库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在1986年推出了首个塑胶钞票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澳洲在1986年所做的一项革命性创举 推出了世界上首个塑胶钞票 这不仅是一个货币的变革 更是一场对抗尾钞大师和澳洲炎热气候的战役 首先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澳洲的沙滩爱好者 你穿着泳装 口袋里色满了纸钞 准备去买一杯冰凉的饮料 但哎呀 你一不小心跳进了水里 结果那些纸钞就像你的心情一样 瞬间湿透了 这时候如果你的钱是塑胶制的 那么他们就能像海豚一样在水中愉快地游泳 而不是变成一团湖状物 这就是澳洲人开始使用塑胶钞票的一个原因 塑胶钞票不仅防水 而且更耐用 纸钞在澳洲那种可以简单的高温下 寿命短的可怜 而塑胶钞票 就像澳洲人的精神一样 坚韧不拔 再来让我们谈谈伪钞 在塑胶钞票出现之前 伪造货币的技术日益精进 让银行和政府头疼不已 但是 塑胶钞票的出现 就像是在伪钞制造者的计划中 投下了一枚炸弹 这些钞票拥有复杂的安全特征 比如透明窗口和内嵌的全息图像 让伪造者的技术看起来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1988年 澳洲庆祝殖民200周年 推出了首张塑胶纪念钞票 这也是全球首张塑胶钞票 这不仅是一次技术创新 也是一次文化宣言 它展示了澳洲人对于创新和实用性的热爱 最后 塑胶钞票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好处 他们对环境更友好 虽然听起来有点矛盾 毕竟塑胶通常与环境污染化上等好 但塑胶钞票的寿命远远超过纸钞 这意味着需要更少的频率去制造和销毁 从而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 总之 澳洲的塑胶钞票不仅是一项货币革命 它还是对抗天气 打击犯罪和保护环境的三合一超级英雄 而且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们洗进了洗衣机 它们出来时还是一样闪亮亮的 这可是纸钞做不到的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在1993年 发明了双层玻璃咖啡杯 各位亲爱的咖啡爱好者 历史学家 以及对生活中小小创 新感到兴奋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一个看似平凡 却又不是为一项小巧思的创新 澳洲在1993年发明的双层玻璃咖啡杯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那个年代 1993年 世界正处于一个拽折点 互联网还在婴儿期 手机大的像砖头 而人们对于咖啡的热爱则 实力久不衰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群澳洲人可能在享受他们的扁平白 Flat White 一种澳洲和纽西兰流行的咖啡饮品 时 突然灵光一闪 嘿 火迹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咖啡的层次 同时又不烫手 那该有多好啊 于是 双层玻璃咖啡杯应允而生 这种杯子有两层玻璃组成 中间有空气隔层 既能保持咖啡的温度 又不会让手感到热 这个设计不仅实用 还有注意中简洁而现代的美感 让人一看就爱不失手 但这个创新不仅仅是关于 保持咖啡温暖和手指凉爽 它还意味着 当你端住这样一个杯子 走进会议室或者图书馆时 你的风格指数立刻飙升 因为你不仅仅是在喝咖啡 你是在享受一种生活的艺术 想象一下 一个澳洲的发明家在实验室里 手持注热咖啡 眉头紧锁 思考住如何解决这个热手问题 然后 他看到了实验室的双层玻璃窗户 灵光乍现 Eureka 他大叫一声 虽然这是希腊发明家阿基米德的台词 但我们就姑且借用一下 双层玻璃咖啡杯就这样诞生了 当然 这个故事可能有点细句话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小小的创新在咖啡文化中却实战 有一席之地 它不仅提升了喝咖啡的体验 还启发了后来更多关于 饮品容器设计的创新 所以 下次当你在澳洲的某个咖啡馆 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端起一个双层玻璃咖啡杯 不妨想一想 那些匿名的发明家们 他们的小小创意 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让我们为他们的聪明材质举杯致敬 当然 使用双层玻璃杯 Cheers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在1838年 举办了首次农业展览会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事件 澳洲在1838年举办的 首次农业展览会 这可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展览会 而是一个关于羊毛 农夫和社交活动的奇妙混合体 想象一下 1838年的澳洲 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正处于一个转型期 这个年代的澳洲 人们对于如何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 生存和繁荣 还在摸索阶段 于是 一群充满远见的农业先驱们 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举办一场农业展览会 来展示他们的农业成就 交流经验 并且顺便炫耀一下 他们的牲畜和农作物 这场展览会在悉尼举办 当时的悉尼 还只是一个小镇 但这并没有阻止它成为一个农业 创新的中心 展览会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 他们带来了最好的羊 最大的南瓜和最亮的苹果 希望能赢得奖项和同行的认可 当然 这场展览会不仅仅是关于农业 它也是一个社交盛世 农民们穿上最好的衣服 带上家人 甚至还有人专程从遥远的地方赶来 可以想象 这里有著当时最时髦的帽子 最闪亮的马车 和最热烈的八卦 这场展览会的成功 不仅仅在于它展示了澳洲农业的潜力 更在于它促进了社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它证明了 即使在最偏远的地方 人们也能通过共同的努力 和创新精神来创造繁荣 所以 下次当你穿着羊毛衣服 或者吃住澳洲的农产品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一切可能都要追溯到1838年 那场充满活力的农业展览会 那是一场展示了 澳洲人不屈不挠精神的盛会 也是一场证明了 即使是最普通的农夫 也能成为社会变革者的庆典 哦 当然 还有那些时髦的帽子和闪亮的马车 我们可不能忘记那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在1913年 设立了首都堪培拉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 有趣的城市创建故事 澳洲首都堪培拉的诞生 1913年 这个城市不仅是从地图上冒出来的 而且还是从一场激烈的 城市选美大赛中脱颖而出的胜利者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你是澳洲的决策者 你会如何选择一个首都 当然 你可以选择最大的城市 但是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大城市 各自拥有强烈的地域 优越感 他们之间的竞争 就像两个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孩子 争夺班长的位置一样激烈 于是 澳洲人民决定 咱们来点不一样的 建一个全新的城市吧 这就好比是说 我们不选班上的任何一个孩子当班长 我们要从外面转来一个新同学 这个决定当然是有其政治智慧的 堪培拉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内 但又足够接近为多利亚州 这样就不会让悉尼或墨尔本感到太过失落 堪培拉的设计是由美国建筑师 沃尔特·伯利·格里芬 Walter Burley Griffin 和他的妻子马里安·马西·格里芬 Marian Mahoney Griffin 赢得的一个国际设计竞赛的结果 他们的设计理念是花园城市 这一位主城市中有大量的绿地和开放空间 这个设计不仅因得了评委的青睐 也让堪培拉成为了一个在树木环抱中的首都 而不是一个充满烟囱和工厂的工业城市 1913年3月12日 当时的澳洲总督托马斯·登曼爵士 Sir Thomas Damon 举行了一个名为命名仪式的活动 正式将这个新首都命名为堪培拉 这个名字来自于当地土著语言中的一个词 意思是会议之地 这个名字不仅反映了这个城市的功能 也象征住不同文化和人民的汇聚 堪培拉的建设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问题 这个城市的发展比预期的要慢 但就像一个慢慢成长的孩子 堪培拉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成熟 有自己特色的城市 今天的堪培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它的设计和建设故事提醒我们 有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选择现有的选项 而是创造一个全新的选项 这个城市的诞生也证明了 即使是在一片荒野上 只要有远见和计划 也能建立起一个繁荣的社会和政治中心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在1969年首次发行彩色电视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一个色彩斑斓的话题 那就是澳洲在1969年首次发行彩色电视的故事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进步的故事 更是一个文化转型的篇章 当然也是一个让澳洲人民 从此与黑白画面说在线的时刻 想象一下 1969年 这是一个充满变革的年代 人类首次登上月球 劈头式乐队的音乐在全球风靡 而在澳洲 人们还在家里看住黑白电视 对于彩色画面还只能在电影院里一睹风采 但是 就在这一年 澳洲迎来了彩色电视的时代 这可是比袋鼠跳得还要令人兴奋的事情 当时澳洲的电视台们为了迎接这一创新 可是做足了准备 他们不仅要升级设备 还要训练员工 毕竟从黑白转到彩色 对于制作人员来说 那可是一个全新的视觉盛宴 想想看 之前只需要考虑灰界的层次 现在得搞定红尘黄绿蓝电子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1969年3月1日 澳洲的彩色电视正式开播 这一天 无数家庭聚集在那些新潮的彩色电视机前 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当彩色画面首次亮相 那一刻 可以想象家家户户都发出了惊叹声 有人说 那天晚上 澳洲的星星都暗淡无光了 因为所有的光彩 都被这些新奇的彩色电视机给抢走了 当然 彩色电视的普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开始 彩色电视机的价格可不便宜 普通家庭要想拥有一台 那得省吃点用好一阵子 但这并没有阻止澳洲人对彩色生活的渴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彩色电视逐渐成为了每个家庭的标配 从那时起 澳洲人的娱乐生活开始变得更加多彩 体育赛事 新闻报道 电视剧集 所有的节目都变得生动起来 可以说 彩色电视不仅改变了澳洲人的视觉体验 也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 所以 下次当你在澳洲的某个家庭中 看到那些老式的彩色电视机 不妨想一想 这些机器见证了多少家庭的欢笑与泪水 记录了多少历史的瞬间 他们不仅是技术的产物 更是时代的见证者 而这一切 都始于1969年 那个让澳洲缤纷起来的彩色革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在1932年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牧场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澳洲在1932年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牧场 这个牧场之大 你们猜怎么障 它的面积比一些国家还要大 是的 你莫听错 比国家还大 这个牧场名叫 安娜 Creek Station 位于澳洲的南澳洲 面积达到了惊人的 23677平方公里 要是把它放在比利时 或以色列 那它几乎可以宣布 自己成立一个牧场共和国了 想象一下 你是这个牧场的牛仔 每天骑马巡逻 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才能从一头牧场 走到另一头 这里的牛群多的 就像是移动的草原 而且我敢打赌 这些牛比当地的人口还要多 当然 这里的牛不需要担心交通堵塞 除非它们在水槽前 排队喝水时发生了牛挤 这个牧场的建立不仅仅 是因为澳洲人喜欢做事情大 而是因为澳洲的内陆地区 非常适合放牧 广阔的土地 丰富的草场 还有一个不太可能像你要睡的邻居 因为最近的邻居 可能住在几百公里外 但是 管理这么一个巨大的牧场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需要高科技的帮助 比如使用飞机来监视牛群 或者用卫星导航来确定 你没有在自家牧场里迷路 想想看 如果你在自家后院迷路了 那得是多大的后院啊 当然 这样的牧场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比如干旱 洪水和野生动物的威胁 但是 澳洲人以它们的坚韧和创新精神著称 它们知道 如何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存和繁荣 所以 下次当你想用一块来自澳洲的牛排时 不妨想一想 它可能来自世界上最大的牧场之一 那里的牛有注足够的空间来跑跳 甚至可以组织一场牛界的马拉松比赛 哦 这个想法真是太牛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在1992年首次成功克隆动物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一个让科学家们比袋鼠还要跳跃的历史时刻 那就是1992年当澳洲科学家首次成功克隆动物的壮举 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上的突破 更是一个让科幻小说家们纷纷表示我早就说过的时刻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下 当我们说克隆时 我们不是在谈论把一只袋鼠放进复印机 然后按下 开始键 克隆是一个复杂的生物技术过程 它涉及到从一个动物身上取出细胞 然后将这些细胞的遗传物 制转移到无核的卵细胞中 最终发展成一个语言识动物基因上完全相同的新个体 在1992年 澳洲的科学家们成功克隆了一只名为 Megan和Morag的绵羊 这两只绵羊不仅仅是克隆的成果 更是科学家们无数次实验和失败后的胜利象征 你可以想象 这对绵羊在科学界的名气 可能比当地的摇滚明星还要大 这项成就不仅仅让澳洲的羊群感到自豪 虽然它们可能根本不在意 更重要的是 它为后来更著名的克隆羊多利铺平了道路 多利在1996年诞生于苏格兰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只从成年动物细胞克隆出来的哺鲁动物 这一成就无疑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那就是我们的澳洲科学家们 当然 克隆技术的发展也引发了许多伦理和哲学上的讨论 从我们应不应该克隆绝种动物 到克隆人类是否越过了道德的红线 这些问题都是当时和现在科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总之 1992年 澳洲的这一成就不仅仅是一个科学上的里程碑 它还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生活中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复制动作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变革 而对于那些担心被克隆的人来说 放心吧 至少到目前位置 你们还是独一无二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澳洲在2001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3D硬币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澳洲在2001年推出的那枚 令人眼睛一亮的3D硬币 首先 我们的承认 澳洲人在创新方面从来不缺乏幽默感和冒险精神 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还在发行传统的原型 平面硬币时 澳洲人已经在硬币上玩起了立体特效 这枚硬币是为了纪念澳洲首都坎培拉成立100周年而铸造的 想想看 这是一个多么有创意的方式来庆祝一个城市的生日 这不是给坎培拉送上一个蛋糕 而是送上了一枚可以随身携带的立体纪念品 这枚硬币的设计相当独特 它不仅仅是在硬币表面上刻了一些凸起的图案 而是真正的立体造型 让人一看就能感受到它的不同反响 当你拿在手上 你几乎可以感觉到那些立体的建筑和树木就像是在你的掌心中生长 这种感觉无疑是非常奇妙的 当然 这样的设计也带来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比如 这样的硬币怎么堆叠 他们在自动收货机里会不会卡住 还有 如果你不小心坐在一枚3D硬币上 那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但这些问题对于澳洲人来说似乎都不是问题 他们更喜欢享受创新带来的乐趣 这枚硬币不仅仅是一种货币 它更是一种艺术品 一种创新的象征 它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我们日常使用的物品中 也有无限的创造空间 澳洲的这次创举 无疑给世界硬币设计带来了新的灵感 也让收藏家们有了新的宝贝 所以 下次当你手中拿到一枚普通的硬币时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它变成了3D 会是一个怎样的视觉盛宴呢 而澳洲人 他们已经将这一幻想变成了现实 希望这些有趣的澳洲历史故事 能够为你带来一些欢乐和启发 从袋鼠皮壁到彩色电视 从双层玻璃咖啡杯到克隆动物 澳洲一直以来都在追求创新 和独特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些故事反映了澳洲人民的创造力 勇气和幽默感 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还拥有丰富的创意和想象力 他们用袋鼠皮 金属 纸张 塑胶和科技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希望这些故事 也能激发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创新点子 让我们一起探索世界的奥秘 并为未来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创新 毕竟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聆听 希望你们喜欢这些 关于澳洲历史的故事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请随时留言和我们讨论 期待与你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